谢谢师傅开始 想请问师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您说真正的法喜要打通我们的气脉 那有很多人身体经络不通气血不足 那怎么调节如何打通气脉啊 实际上就是要想通想明白啊 哈哈大笑能够让人打通气脉啊 实际上人生最好的方法就是打通气脉的方法就是笑呀 一笑你马上血血液就脸就红了嘛 开心得来笑得来脸都红了 对不对啊 开心的时候是不是脸红了就气脉打通了呀 我们在我们在墨尔本有一个有一个人 他想一直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他呢拼命的弄啊三十多岁啊 要将近四十岁了吧三十七八岁 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 赚得来刚刚成为百万富翁的话 查处来到医院里去查 还能活一个星期啊 啊这种变啊这个变变数性的血液增生啊 导致什么心力衰竭脑死亡这种病 他这种病是看不好的 一个医生说还有一个礼拜 那么这个这个人呢 听了之后突然之间哈哈大笑 他就觉得人生怪怪的 啊他就天天笑笑得停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了之后呢 啊然后呢他就他就准备开追导会的时候 请谁来哪一个人来哪个人不来 给自己买买买买买那种棺材什么的 结果呢他就笑笑笑天天笑 发发神经一样笑 就是不停的笑 停不下来了 人家说为什么笑 他就说我就想笑 结果笑笑笑笑笑到后来去查啊 去查啊 过了一个月都没死 再去查 医生说病没了 好了 问他你吃什么药 他说我就是笑 啊 啊 他当时他当时为什么会控制不住的笑呢 不知道呀 现在人家问他他说也不知道 实际上像我如果要是不知道的话 他们就很简单了 啊 就是说他这种人 前世肯定跟效佛有关系 他肯定是也有修的人 哦 所以他要死的话 他肯定心一动 他的护法神知道了 他的护法神觉得这个人应该良心很好 不应该在时候走 他就给他个方法 帮他治疗呀 治疗用什么方法呢 就附在他身上笑呀 笑了笑了就帮他去外 全部打通呀 所以 所以一个人你去看啊 愁一愁白了头啊 愁的人们忧愁忧愁郁症呀 笑的人笑笑笑笑笑笑到后来 对不对呀 你说这个 这当然气脉都打通了 人开心呀 开心的人活得长呀 嗯 明白吗 原来是这样 哦明白了 师傅 嗯 那就是说 有因为有很多先天不足的一些同学 就是选选选选选拔不合的同学 除了平时就是多吃单身片啊 什么的就是尽量 让他笑呀 笑呀 真的笑呀 就笑呀 那笑得出来 你看师傅开法会 我也不是 我不经常 经常叫你们笑的吗 笑得开心的呢 对的 尤其是回答问题 大家笑得眼泪就笑出来 对的 师傅 您那时候您是就是自己的那种幽默 还是菩萨特别的加持 让您更幽默 那我 我我基本上是自己的幽默 我是知道 我是跟你们红法的时候 要有智慧 因为台上就有智慧 让你们能够接受 要从笑声当中获取佛性 是这样的 嗯 所以 否则为什么有弥勒佛了 笑的呢 呵呵呵 嗯 你去看笑的人 都是非常想得开的人的 你去看自杀的人 人家做过个调查 自杀的人基本上都是瘦的人 胖的人很少自杀的 嗯 因为胖的人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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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想得开呀 他气脉通呀 他无所谓的 被人家骂两句 啊 你笑笑我就笑笑 讲讲我就讲讲 瘦的人呢 讲不起的 一讲了就不开心了 听得懂吗